来自台湾的泰雅学堂将于1月27日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 举办泰雅美声传扬世界音乐会庆祝农历春节 这场音乐会旨在展现丰富的台湾原著名文化 学员们将通过歌声和艺术传达爱与和谐的信息 强化台美文化连接 鼓励民众参加这一场难忘的文化盛宴 泰雅学堂与台美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 他们将于1月27日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 隆重举办泰雅美声传扬世界音乐会 提前欢庆农历春节的来临 这是他们此次访问团在美国的首站表演 意义非凡 学员们于24日一早在西来寺体验速散 学习爱物惜物 知福惜福的精神 此次活动得到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旗馆协会 及洛杉矶桥界的大力支持与赞助 他们热情地邀请民众于1月27日下午2点 来到华侨文教中心共襄盛举 免费欣赏这场艺术盛宴 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是台湾的宝贝 我们要炫耀给所有的这些美国的加州的重要官员 泰雅学堂的台美文化交流活动将在多个地点举办 包括洛杉矶桥教中心 Santa Anita Mall 台湾会馆 城县Santaniel Park 鲍尔博物馆 及迪士尼探险乐园 这些场合将上演精彩的音乐会及闪唱活动 以传扬泰雅族的天籁之声 来自台湾的泰雅学堂原住民孩子们 带着宣扬台湾原住民文化和深化自我认知的使命 与泰雅之声合唱团师生 悲难音乐家南弦天 Lina老师 企业家赵之宽 及新竹监石乡 小学老师斐树 Emily Antock夫妇等 共71人 应邀来到美国 泰雅学堂是由新竹县坚石 武丰两个原住民乡镇的中小学教师 自发组成的团体 他们以用音乐培养孩子的信心 用陪伴谜评学习若是为核心价值 透过音乐和美术 激发泰雅孩子对学习的热爱 帮助他们建立自信 开拓事业 泰雅学堂的小朋友 他们是 泰雅主本身就是以歌声 为他们的最擅长的 那这些小朋友 就是师长的就是想说 利用假日来带他们的唱歌 然后有增加他们的信心 然后能够改变 用教育来改变他们的未来 此次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的音乐会 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举行 地点位于9443 Telstar Eleanor Almonte CA91731 最后中华航空公司还特别赞助一张 免费来回亚洲的豪华经济舱机票 将在活动现场抽奖送给前来欣赏的民众 里面的父亲 我们演讲一下 谢谢 这个给互相 谢谢大家